欢迎来到风铃漫谈 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 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 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 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 探索112年前民国小学课本的先进思想 在时间的长河中 有些珍贵的智慧永远闪耀着光芒 今天我们将一起翻开历史的一页 探索1912年民国时期出版的一本小学课本 课本介绍 现在许多中国人以为历史不会倒退 不会原地打圈 其实不然 读一下112年前 即1912年出版的小学课本 惊呆了 我们现在普遍的思想境界 离112年前相差很远呢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和美国研究杂志主编的资中云先生 曾写过一篇文章 专门谈及这个小学课本 这本1912年出版的小学课本 距今已经112年 钱学森 钱三强 钱伟长老科学家 都用过这部教科书 如今读来 不禁感慨万千 泪流满面 历史与中国 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这是辛亥革命后出版的 第一种新编小学教科书 包括初小和高小的 新国文和新修身 那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 所以还是文言文 而其内容 从今天的目光看 不仅没有过时 而且还很先进 翻开首页的编辑大意 就令人精神畏之一震 高小课本的编辑大意 第一条开宗名义 一 注重自由 平等之精神 守法和群之得意 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寥寥数语 包含了现代公民教育的药义 接下来几条简明恶药 完整地表现了 共和国教育的特点 不仁割爱 全饮如下 二 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 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 矫正就有之必俗 以增进国民之爱国心 四 详言国体政体 及一切政法常识 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 提倡汉满猛回藏 五族平等主义 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 注重不爱主义 推及带外人爱生物等事 以扩充国民之得量 七 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 以发挥上武之精神 八 注意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 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 九 关于历史地理科之材料 已有兴趣者为主 与各科无重复之弊 十 选录古今名人著作 以养成文字之出击 十一 各种文体略备 使学生知其梗概 为诏令奏译二类 非共和国所用 故不采 初小课本的宗旨大体相同 与高小不同者 是更强调合约儿童心理 不为好高物远之论 注意循序渐进 结合生活现实 还特别提出 关于花草景物的课文 应考虑就学的日期 按照时序排列 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 整个课本内容 由浅入深 极为丰富 囊括了天文 地理 中外历史 科学知识 日常生活 器物常识 实用技能 如不计 各种书信体等 国家政体 以及伦理道德 待人接物 等等 贯穿其中的是 共和国国民的精神 课文之外 还有为教师准备的 教授法 难以一一尽数 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 提出特别打动 我们现代人的极点 一 第一册 第一刻 赫然一个人字 配图七个人 显示一家三代男女老少 包括怀中婴儿 一个人字 如何讲满一堂课 教授法 中从各个方面加以说明 除书写 读音外 列举具具体的人的不同特点 和抽象的人的共同概念 有个性 有共性 还有人与动物的一同 画龙点睛之笔是 人之区别于鸟兽者 为读书名理 是设想 一个小学生 第一天背着书包上学校 进入脑海的最初知识 就是对人的认识 接受了读书的必要性 和读书的目的 明理 而且初步接受了抽象思维的方法 由此奠定走向做文明人的出发点 二 初级课本中 充满了日常生活常识 由家庭而社会 而且兼顾农村和城市的生活环境 劳作方式 接近自然 不唱高调 不矫情 不煽情 符合儿童心理 兼顾十字事意 游易入难 穿插其中 多有花鸟鱼虫 美景 游戏 活泼而有情趣 不知不觉间 培养一种健康 卫生 勤劳的生活方式 尊重劳动的观念 文明礼貌 带人接物的作风 还有美誉 趣味 情操的熏陶 三从初晓第七册小学四年级起 即有以共和国 平等 自由为题目的课文 共和国讲国家制度结构 平等课讲专制与共和之区别 在共和制度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自由分两课 上一课讲身体 财产 言论 居处 信仰自由 即国家亦不得侵犯 下一课讲自由的界限 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 不得侵犯他人自由 以后几册 此主题重复出现 不断加深 四历史地理知识极为丰富 深入浅出 对全球地理 以及各大洲主要国家 都有介绍 例如 高小一年级的课本中 有两课连续讲美国总统华盛顿 统共不到500字 把华盛顿其人 与美国独立起因和过程都说清楚了 简明恶药 十分到位 难得的是 关于美国独立 课文指出 是从抗税开始 而且称鹰桥 而不是模糊地称美国人 因为那时还没有美国 说明当时的编者 对外国历史的把握 相当地准确 文言文是这样写的 英国乃征 美洲重税 关静甚言 英人居美者 不辩之 宣言 英国旧律 更定税则 必由民举议员定之 应请立美洲议院 如英制 英庭不允 侨民大愤 不奉令 虽富人如此 亦主持自立 其语应抗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 英国对美洲征收重税 对美洲居民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因为税收高的离谱 而且也伤害了正常贸易 美洲的居民们 要求按照英国的法律 由民选议员来制定税收政策 他们希望建立一个 类似英国议会的机构 来管理美洲地区的事务 然而 英国政府拒绝这一提议 这让美洲居民们非常愤怒 他们不再听从英国的命令 甚至连妇女和孩子们 也加入了抗议队伍 决心自己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与英国政府抗争到底 五 爱国与爱人类 都是那套教科书的重要主题 不少课文 都有激发爱国情怀 提倡团结自强的内容 关于中外关系 初小四年级的课本中 有三课连续讲 清朝外交之失败 把从鸦片战争 到八国联军列强 对中国的侵犯 以及割地赔款 不平等条约的经过 做了扼要 客观的阐述 中国人一向念念不忘 自己是大国 一切自大与自卑的复杂情节 由此而来 且看那套教科书 关于大国民的定义 所谓大国民者 非在领土之广大也 非在人数之众多也 非在福食居处之奢侈也 所谓大国民者 人人各守其职 对于义己 对于家族 对于社会 对于国家 对于世界万国 无不各尽其道 私之为大国民 这样论述 简直让当下小粉红们汗颜 接下来 讲述为大国民之方 就是德育 治愈 体育的全面培养 另一方面 爱人类的课文 也多次出现 反复论述 平等对待一切国家民族之人 不分肤色 种族 修身 课本中 更有好几课讲博爱 国际道德 对外人知道 例如应对不可以不紧 交易不可以不幸 我已礼网 比一礼来 既不容五慢 亦何必畏不忽 对于外人 或加以侮辱 或施以傲慢 与外人丝毫无损 特意野蛮世人耳 在战争中 对于敌军之师战斗利者 也应以常人代之 这就是优待俘虏的原则 课文中专 有对国际红十字会的介绍 我们不应忘记 那是列强桓四 国人深感 鸡贫鸡弱之痛的时代 理所当然要强调 爱国 自强 乃至专有军国民 培养尚武精神之课文 但与此同时 仍倡导人类不爱精神 以不亢不卑的态度 对待外人 培养宽广的胸怀 而不是片面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 第六册最后以一句格言作结 一国之强弱 是人民之德行 对照当下 何其难能 又何其可贵 六信仰自由也是重点之一 对佛 道 业 回诸教都有介绍 强调宗教平等 不应互相歧视 对于孔子 孟子 老子 商样的学说都有简述 并强调儒学不是宗教 老子的学说与道教也不是一回事 这些都只是作为一家之言 此外还有不少课文介绍中外历史人物 领域甚广 既有秦皇 汉武 又有德意志帝国的首任首相彼斯麦 法国皇帝拿破仑 又有花木兰 秦良玉 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 伦敦慈善医院的护士长南丁格尔 从人物的选择来看 体现了开放性的多元化的取向 七 特别突出完整的公民教育 除了贯穿在课文中的公民精神外 高校 修身 最后一侧后半部分 也就毕业班最后学的课文是 共和国公民须知专题 共五章十五节 大约占半个学期的课时 一总论给出定义 公民者 享有公权力之国民也 并详述公民之资格 二 公民之权力 自由 平等 选举 从政 三 公民之义务 纳税与公债 扶兵役 守法 教育 四 地方自治 户籍与警察 公益机关 公安机关 五国家之组织 国体与政体 立法 司法与行政 小学国文是奠定青少年文化底蕴 和思维能力的决定性课目 这一套国文课本不复所望 深与广都达到一定程度 五四运动之后 教科书大多改成白话文 但基本宗旨取向 特别是公民教育 还是一脉相承 在价值观上 所谓传统与西化 自然的融合 似乎不成问题 从修身 课本的章节看 思德与公义并重 中国的传统美德 和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 都囊括其中 既讲千景 仁爱 又讲坚毅 勇武 既讲孝敌中性 又讲尊重人权 人格独立 而且调动了古今中外 美德表率的各种实力 可以想见 读完这套书 一个高小毕业生 已获得基本文化知识 文字修养 做人的道理 并且具备现代公民的品格 和一定的世界眼光 在此基础上 若继续深造 研习一种专业 无需回头再补基础文化课 若无力升学 进入社会 也具备了基本谋生手段 和自学能力 这套书是 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 主持编撰的 民国建立一史 立足未稳 即以教育为重 1912年1月 教育部即颁布了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规定清朝班行之教科书 一律禁用 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 同年3月 南京临时政府 颁布临时约法 又规定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接着 蔡元培发表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指出中军与共和政体不合 尊孔与信仰自由相为 必须从教育宗旨中山去 所以 小学废除尊孔读经 孙中山也立足此意 由此可见 蔡元培固然主张兼容并包 连孤鸿明 也被研聘到北大交客 但是他主张自由 民主 共和政体的倾向 是很鲜明的 与此同时 在康有为推动 其弟子陈焕章主持下 掀起了强大的恐教运动 声势浩大 形成一次重要的思想较量 后来到1917年 新文化运动时期 又有一次较量 在那以后 新学开始战上风 民主与科学成为知识界的共识 平心而论 就纯学术思想而言 这种复旧的主张 也不是全无道理 因为 在政权新旧交替中 整个局面是很混乱的 旧的秩序礼崩越坏 而新的道德伦理 不可能立即树立和普及 还有不少政客 以共和为名 行争权之时 真伪莫变 所以 客观上呈现出来的 就是道德滑坡 世道混沌 人伦失范 一部分世人怀念就秩序 企图从复古中找出路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体现在当时的政局上 这种尊恐运动 必然符合顽固反对 共和的政治势力的诉求 所以 伴随着这一文化上的较量 先有袁世凯称帝 后有张勋复辟 及其随后的腹败 诚然 同样的教科书 不一定培养出同样的人 社会环境千变万化 进入社会的人自然也良有不齐 但是法乎其上 仅得其中 教育方针的指向至关重要 百年数人 如果十年为一轮 按照这本教科书的基本宗旨 奠定一轮轮少年读书名理的基础 今日为生 明日为师 再加以 随着经济的发展 教育普及 扩大覆盖面 人心世道会是怎样景象 公民社会还会遥远吗 历史对比 1949年之后 中国大陆不幸地经历过一个个极端 在现实中 一方面疯狂拆除历史遗迹 任意涂抹屏蔽历史 一方面又大肆宣扬民族历史 动辄2000年 甚至5000年 是不是只有回到完全不知海外有何物的时代 才算是中国文化 闭目思考 我们愧对先贤 就是我们没有爬到巨人肩膀上继续向前 而是像俗话说的狗熊掰棒子 拿一个 掉一个 永远积累不起来 甚至舍猪鸡而捡瓦力 而约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 岂可得呼 1949年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 蔡元培主编的民国小学课本停止使用了 代之的是 小学生语文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 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后面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 例如 中共建政后 第一套小学教材中的第一篇课文叫毛主席向太阳 毛主席向太阳 它比太阳更光亮 小兄弟 小姐妹 大家一起来歌唱 太阳太阳永远光亮 我们跟你永远向上 小学语文课本 关于毛主席的很多 如 八角楼上 毛主席在花山 毛主席尊敬老师 毛主席小时候 是怎样学习的 中共特别强调 小学语文对孩子的洗脑作用 选才多从政治角度考虑 如在大跃进期间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课本 一年级第一课是这样的 爷爷六岁去放羊 爸爸六岁去桃荒 今年我也六岁了 公社送我上学堂 上世纪六十年代 小学语文课本满指阶级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 在现在世界上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 都是属于一定阶级 属于一定政治路线的 这是六十年代中期编写的 小学三年级数学课本 第一课的课文开头 几乎每一页都在讲阶级斗争 即使数学课也是如此 一道数学练习题的标题是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酬 题目先要上一段政治课 然后用一段很大的背景材料 在万恶的旧社会 土地大多数被地主 富农霸占着 广大的贫苦农民 没有土地 足足一页的政治课 内容过去了 才切入到正式的数学问题 家里有多少地 每年收多少粮食 要给地主交多少租 借了多少高利贷 过了多久就翻了多少倍 上世纪七十年代 小学课本变习脑工具书 最高指示 学习马克思主义 不但要从书本上学 主要还要通过阶级斗争 工作实践和接近功能群众 才能真正学到 每一本文革期间出版的课本 无论是语文还是数学 每一课的开头 都是最高指示 封面大多为红色毛主席像 毛主席语录 占了课本的大部分内容 完全成为红色课本 即使 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 小学课本 依然充斥许多红色年代的内容 如 黄继光 董存瑞 邱绍云 刘胡兰 飞夺卢定桥 狼牙山舞壮士 谁是最可爱的人 生命的意义 海燕 等课文 国民素质下降 社会道德滑坡 不能不说 与小学教材内容有关 现代意义 这本1912年民国小学课本 不仅仅是一页历史 它是一面镜子 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教育追求和理想 通过深入了解其内容 我们得以从中汲取智慧 思考如何将这些宝贵的教育理念 传承并融入到现代教育之中 以培养出更加全面 有品格的下一代 感谢您的陪伴 希望这段历史的回顾 能为您带来启发和思考 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 请不吝点击订阅风铃漫谈频道 以便不错过更多精彩内容 期待在未来的节目中 再次与您相遇